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,也许不出50年,中医不需要被别人取消,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。 这是一味老中医的感慨,此语并非为言总轻,而是点中了中医人才培养的要害。 目前,中国主要是一批50岁以上的中医苦称为局,有据于中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中医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。 中医高等队校是中医人才的一流栏,然而,即便是在这里,中医教育也面临着西医化的命运,学生三分之一时间学西医,三分之一时间学外语,三分之一时间学中医,已经成为普遍现象。 一些中医经典课程不断被删减,甚至能为选休克,而西医理论却越见强化,很多学生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很高。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却很差,有的读不懂皇帝内音,伤寒论,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药幸福,唐头隔绝也不会背诵。 更可怕的是,受教育层次越高,离中医特色越远。 很多中医研究生不在中医理论基础基础行实践上下功夫,而是按照西医的模式,研究细胞和分子,做大量的动物实验。 说是中西医病重,实际上是中西情中,结果,很多学生毕业后既不懂帮文问切,也不会开放培养。 名为中医,实为西医,一些专家尖锐地指出,现代中医教育把学生变成了中医不经,西医不通的半成品。 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,话虽偏激,却不无道理,与世代徒,师徒传承的师承教育,是中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。 数千年来,这种模式造就了很多艺术精湛的名家,口传新盛,因才师教,成为中医教育的一大特色。 然而,到了今天,很多师承治培养的中医虽然水平很高,但由于西医知识不足,过不了职业资格考试官,无法取得合法自治,只能算是江湖郎中,偷偷偷行医为生。 他们研系家族传承模式,一些绝招往往不愿公开,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艳方因此失传,中医人才听黄不接,还与中不景气密切相关。 目前,中国大部分中生存艰难,由于中医要收费低廉,体现不了中医的技术含量,大量中不得不起中信息,诊断几乎预期没有差异。 例如,对于你和幸苦折病的人,运用中医正股手法,不仅痛哭笑,疗笑好,而且价格便宜,但是,很多州为了多赚钱,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正股手法。 改用创伤大,没有高的西医手术,而针灸,按摩等传统中医项目,其收费更是低廉,甚至连成本也无法弥补。 在这样的体质下,很多中医辛苦低生,是家徒自闭,而西医不仅社会地位高,亲收入可观,面对如此反差,年轻一代自然不愿坚守中医了。 在中国医学体系中,中医和西医如同了之两意,缺一不可。 相对于西医而言,中医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发展问题,而是生存问题。 有人断言,如果中医不能新火相传,随着老一代中医纷纷故去,中国将只能成为教科书上的中医故乡。 甚至连中医人才也要从日本、韩国引进,坦真如此,我们将愧对祖先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念天抵制悠悠。 独创然而退下,古代的扁确华佗早已远世,下一代的扁确华佗又在哪里,四股关经,谁又能不为中医的命运揪心忡忡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